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喵小千 上一集跟老朋友約好 柯拉莉達斯約好 要在酒館跟他們碰面 這就是 賽車城鎮 感覺如何是 因為 埃及人的話我就要住這裡 住在這個賽車的地方 多久 哇 講成這樣 感受到拜託了尷尬 笑容就是消失 這是那個小伙子 我還有其他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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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太 我還有其他小伙子 我沒有其他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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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什麼 愛死你啊 批評跟姆夢說不上吧 哈哈, no never, they cheer for me, besides you would need a sponsor, a real chariot now Icarus, he was a true hero, did you know he won a thousand races and survived twice as many see how they loved Icarus you have adopted their gods too, aye, our gods never did anything for me, you're lucky I left, if I had stayed Aya would have been mine, you are drunk and a nurse, you have no idea what I gave up, oh the world is hard, you always looked down on me in Siwa, thought you were better, I never doesn't matter, I have found fame at what cost, you gave up your home, your name, your gods, you chose this path and it has brought me all the coin and can't I want now you always want to know, it is not what drives all of us and all you wanted was Aya and little Bayax, what made you abandon your tree enough you ar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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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for me to dunk my head 你以为你会拿到你的臉 你以为你说什么 你所见了给你 你所说的与chios 你所说的与chios 与chios 谁 你胡说我 我所见的 你认为你会让我去 你认为他能召开你 你真的认为你能干购买的赤字吗 你真的认为你能跑到车 然后赶路纸与你 你不要买你 你可能我会找你 与chios与你 如果你能赢可不可以 你會想先祈禱 你會需要所有的幫助 你能夠避免避免避免 神人們會看著我們走 然後決定 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 我們會看到誰避免避免避免 我們會看到誰避免避免避免 這個 這麼亮麗的傢伙 我 找我賽程 我的愛的甜蜜蝦 我小甜蜜蝦 我的甜蜜蝦 尼伯,我會你什麼苦惱 我們... 我們來為他祈禱我們 為他祈禱 為他祈禱 在下一輪的獲勝 但... 但... 我擔心 我擔心 他會跟他的兄弟 我們來祈禱 我們來祈禱 現在我的家 他已經破壞了 電死藍隊了 不過還是來研究一下好了 到底是怎樣的比賽 這是一個在 伊朗、希臘、羅馬 拜登庭都很受歡迎的運動 沒有埃及 我們這個比賽 也是由希臘人主持的 所以老朋友才要特別改名字 這場運動是非常危險 同時也很刺激 許多人跟馬都會因為參加馬戰車賽而死 馬戰車賽的每一支隊伍後面都有自己的贊助商 他們會支持技術好的車手 觀眾們也通常有自己支持的隊伍 經常會跟不同隊的人發生衝突 就像現在我們看到藍隊跟綠隊這樣 另外這是一個允許女生觀賞的運動 其他很多運動是不允許的 真是 看一下是會死喔 我還不知道原來還有這種規定 馬戰車賽是什麼時候流行起來的 目前還是未居的 但很可能是跟馬戰車發明出來的時候 就有差不多時間 開始就有這個比賽 最早在藝術上的證據是看到馬戰車賽是在 麥奇尼時代是在西人前1600年到1100年間 而最早文學上證據看到馬戰車賽的話是在 河馬的詩當中 參賽者是四位希臘神話的人物 迪爾莫德斯 歐莫洛斯 安提洛克斯 莫里拉爾斯 四個人叫著馬戰車繞行一棵樹的殘幹一圈 相比賽是由迪爾莫德斯 勝利 獎品是一個奴隸妹子跟一個鍋子 傳出中馬戰車賽是安穩的起源 因為希臘神的國王 俄羅馬爾斯 設立了娶他女兒的條件 就是要在馬戰車上 擊敗他 最好由 柏洛克斯達成 為了紀念他的勝利 所以就創立了奧運會 奧運會的比賽會在一般賽馬的場地上舉辦 突然行動跑道 長軸大概是780公尺 短軸大概是320公尺 中間有兩個柱子 為了比賽的建築師還設計了一些特殊的機構 包含可以時差下降的起跑閘門 加上外圈的車可以先起跑 還有呢就是 剩一個先救人好了 這倒是沒什麼問題 他們剩最後一個 他來了 走吧 正面決戰 OK OK TEDA 我可以带回家 但我太弱了 找到车子 请找到车子的车子 然后带回我妈妈 我必须 好吧 蓝队这种恶劣 过了比赛的建筑师 还设计了一些特殊的机构 包含可以时差下降的起跑闸门 加上外圈的车可以先起跑 还有呢 就是可以标示胜于圈树的动物雕刻 随着圈树前进动物雕刻会改变他的位置 赛车还分为双马的跟四丸的两中等级 比起单马骑马的比赛受欢迎非常多 通常车队老板是不会这一下场去跑的 所以妹子也可以当车队老板啦 有钱人有时候会透过当车队老板 来增加自己的破旺度跟名声 而车手通常都是请来的 不然就是奴隶训练 因此很少人因为驾驶战车而获得名声 正在希腊的时候 大部分的歌曲跟雕像都会去歌颂老板 而不会描述到驾驶的这部分 少数的老板也会自己下去玩 但有可能会被说是野蛮 但是也有人赞赏这样的勇气啦 用来比赛的战车会经过一些修改 让驾驶的脚可以固定在车上 通常最危险的是在两边的转弯处 战车们可能会互相碰撞或翻覆 连燃代表一起被后面的车压过 基本上恶意的碰撞是不被规则所允许的 但真的做了其实也没有惩罚 所以这个规定就是一个 有关没有亚 算大家的共识的这种 不是很强硬的规定 Metai, you saved my son 1000 thanks and more I owe you the past of Icarus now Prasina has a chance in the upcoming games you are truly a blessing sent from the gods we will make an offering to Icarus and the Prasina Green in your name there is no need for that but if you must make the offering for my son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hown him the spectacle of the Hippodrome we will come mother we have to prepare to deal with my brother's funeral yes, of course at least he's glad 把你们交要准备葬礼吧 我要去准备比赛 绿队交给我 除了奥运会之外 其他运动会也有可能举办马战车赛 还会出现不同的规则 像马战车改成两人驾驶 其中一个人必须在特定的阶段 从车上跳下来 然后跟着车拼命狂奔 由另外一个人接替驾驶到一段距离之后 他再跳回车上 以后一些地区的驾驶 他们会穿着盔甲 保存过去战车还有用在打车上的传统了 这时候战车已经是 基本上比较剩下比赛的用途已经很少出现在战场上了 那我们这集的战车差不多先到这 下一集继续说 传到罗马之后 马战车的比赛有什么样的改变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分享出去 订阅阿弥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